你是怎么学广播影视制作 你是参加过艺考是吗 对 我参加过艺考 同时考了播音和广播影视制作 这两个专业 对 但是播音是考了同考 然后校考的话 编导和影视节目制作 摄影这方面报的比较多 杨阳 我特别想知道一下 就是你喜欢播音主持的什么呢 我就喜欢播音主持 站在台前说话 大卫老师我有个小提议 我就是说我不知道 假如说杨阳是不是能够 今天以主持人的身份 来向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介绍一下 说一个这个是开封大学的 一个大专生 他有一个梦想 就是做播音主持 但是他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那以这个为题 你会怎么作为 这一期的主持人呢 很好 感谢库尔特老师 用非常接地气 而且外行的话呢 讲出了播音主持 艺术专业面试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是第三环节 叫即兴口语表达 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 艺术专业的艺术当中 即兴口语表达 是最能够考察 一个考生 临场应变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 和广义背稿能力 这些综合能力的 一个环节 此刻你就是一个主持人 在这里 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来做一下 简短的自我介绍 来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求职者王盈盈 古往今来 有太多太多的文字 在描写着 各种各样的遇见 金家苍苍 白鹿为双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 至于妹妹 我曾经见过 这是宝玉和黛玉 初初见面时 欢喜的遇见 幸会 今晚你好吗 这是罗马假日里 安妮公主 糊里糊涂的遇见 遇到你之前 我没有想过结婚 遇到你之后 我结婚 没有想过和别的人 这是钱中书 和杨将之间 决定一生的遇见 所以说遇见 仿佛是一种 神奇的安排 它是一切的开始 每一次遇见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希望从今天开始 我在非你莫属 这个舞台上 和大家的遇见 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 感受到更多的美好 谢谢大家 我觉得你完全 所问非所答 你说 根本不理库尔特 那这个题 也不理大卫的题 我想好 我自己背好的时候 我就要背出来就好了 结果什么样 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我不太同意 这位企业家的观点 我就作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家 完全可以从你背的 一段表演当中 至少我们能看出 你做过一些什么 你的台风 你的能力 往往我们没必要把一个问题 非要就着那个问题来演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 表现得不错 我觉得啊 我给这孩子打80分 满分100啊 满分100不是150 很高啊 我为什么给他打80分 我还真不是说大话 我也别说具体哪个学校 现在你说 从科班出身的学生里边 你抓几个往这台上一扔 你让他背 他刚才的这一段 都未必背得出来 他刚才这一段 显然是精心准备的 但是那20分不足 差在哪 他可能既没理解 库尔特说的 也没理解我说的 但是他刚刚的表现 我觉得挺好的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讲的那一段遇见 是怎么来的 是你做的 还是你学习的 我学习的 是跟一位 大家都认识的老师 是董卿老师的一段话 这段话也在我人生中 起到了很大一个作用 包括我出活动 我只要想到 跟这段话能够衔接的 我就会用到这段话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段话 这一段练了多久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可以下去查 包括去更加起聊天 他问你 这一段练了多久 不是杨夏和梁中书 他俩恋爱了多久 对 恋爱了多久 不是那一段 恋爱多久跟你没关系 对 我也没关系 不好意思 我只关心你这段练了多久 练了多久 这个是我听到 董卿老师说这段话之后 就是我看到这个段话之后 我就把它记得下来 其实这段话 表达的这个意境特别好 其实我唯一不足 在于你跟我们串到 你来到菲尼莫属舞台上的表达 可能稍微欠了一些 在这两个内容的话就更好了 他能准备这些真不错 我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去夸他 但是你是来找工作 夸你咱就到此为止 好吧 因为毕竟你来找的是一个实习港 身体出现